郑雅尼 郑雅尼 郑雅尼的希望 当然是要洒在谁的身上 希望是洒在郑雅尼的身上 或者是 说不定他在等四个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人都在这里紧张地关心着这场的比赛 因为就剩他们两位了 当然如果这个 Catina Hall这个推杆没推进的话 那还难说 但是现在Catina Hall 对Catina Hall是 他有优势 对他现在就是说 Birdy如果推进的话 他等于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对 那这样的话压力反而是落在郑雅尼身上 那他先推 通常呢在这种比动赛性质的赛事呢 先推先赢 不过真的是这样 没想到这场比赛变成了比动赛 真的也没想到 是 形成两个人争霸争厚 而到了最后一动还是难分难解 对 就是刚刚讲到了 虽然第18动是最好打的一动 这样三天下来呢 四天下来也是最好打的一动 而且应该说呢 是 基本呢 是以Birdy为起步的这样子 但是对这两位争冠的全球呢 压力特别的大 能够在这种打帕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我们说的最低消费是一回事 在关键时候打起来的手感呢 一变成另外一回事 确实有压力的情况下不容易 他应该会推过动 他知道是生涯呢 相当重要的一个推杆 看的人比他还紧张啊 所以选手反而 不敢看了是不是 连Kristina King都不太敢看了 有点下坡推杆 估计是有点右到左 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尝试 他会过动一点 从洞口边流过 相信也是相当接近 而且这时候 他先mark了 他也并不着急 好 现在就看郑亚尼 推进就是冠军 没进的话呢 就应该是 有可能打延长赛 哇 这个真的 所以他也刚刚看到 亲了一下球 球啊 希望带来好运 哇 这一推 就是26万磅 和16万磅的区别 当然钱我们只是行中奖金 但是这个在所有的荣誉上 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机会 对 确实 六尺左右 哇 所有人都紧张的看着 好像上天陶子比他打的时候 还要更紧张 这些女将其实大家的交情都不错 都是好朋友 两个人谁拿冠军的都很高兴 说老实话 你就说这些女将 你缺了很多的竞争者 只有你一个人玩也不好玩 没错 现在收服心情跟郑亚的一样了 看看这个可能是冠军的一推 有了 有了 哇 好不容易啊 哇 这个推完了这一下 真的是 真的是 所有的心情 一下从喉咙口放下来 真的放回来了 太辛苦了 我觉得他自己更紧张了 对对 他应该会激动落泪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这个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 中亚尼获得2010年的 英国女子公开赛的冠军 21岁拿到他生涯 第三个大赛的冠军 哇 这一推啊 可以想象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是 而他能够做得到 那这边怎么也得完成啊 卡顺后应该是第二名 也是光荣的 这个第二名 哦 开庭后 那也值得恭喜 对 但是更值得恭喜就是曾雅尼 顶住了压力 在最后完全不利的情况底下 其实真的是对他完全不利 刚刚国权委员介绍过 其实他才用他用三杆 才上到柏林的边边 对方已经上了三杆 但是呢 最后的机会还是曾雅尼这个长推杆 也算中长推杆 也算中长推杆 哈哈哈哈哈哈 一到最后已经就直接上来了 难怪上天桃子这么紧张 第一个爆他就是上天桃子 对 这一个是 这样子被撒香槟的绝对是值得清除的 对 就是 另外 当然脸上呢 是香槟水呢还是泪水 已经分不清 都有了 都有了对 现在不重要了 是 其实 值得 向曾雅尼竖起大拇指 因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曾雅尼她在 最后时候 被对手 特别是后几个洞 追得那么 紧的情况底下 还能够顶住压力 最终呢 还是获得了 2010年 英国女子公开赛的冠军 重要大赛 但是最重要的 这个英国公开赛 21岁呢 就能够拿到了 三场大赛的冠军 她也加入了 包括了普世利 Laura Davis 以及McMellon的行列 拿到三个大赛的冠军 在此呢 就是由贊助商 颁发这个奖杯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 这个叫含金量 非常重的一个冠军 因为你所有的 LPGA巡回赛的冠军 都赶不上这个 看看 她说她也非常非常紧张 特别是最后四个洞的时候 那她说她今天感觉到有点很大很大的压力 感觉有点累了 她觉得都难以置信 那她也想到是 后的对她的在后面对她的追赶呢 让她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她说她今天打得真的非常好 她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球员 特别是最后的冠军一推的 我就感觉到非常大压力 她说她开门三个大能力 这就是超一大的冠军 这个非常复杂 但是她很少有很多人 可以在巨型走趋路上 从第一个比赛和路上 从第二个比赛的最高的地方 哪里是最最很难的地方 我认为今天最最最强的地方 因为当我到领央 我开始打债负赤 很困难 他也讲到他说这么多天的比赛来讲 最后这一天呢 他说是开始 他说因为我想过了 去拿到了 去拿冠军 尤其这个场地 可能任何一个动作都改变一切 所以这也是非常难打的一个场地 之前他也是跟名将一直有沟通 他也说到了 说他短信说 希望明天你有一个好的来到这里一起干杯庆祝 他也是觉得确实